应该说让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没能够实现 平剑态是没有过剩计 那么在本次比赛当中 打法非常有特点 尤其是它的下蹲发球 节奏的掌控都还是不错 所以它才能够 它对旋转它能够掌握得很好 你看连续拉到直线斜线 所以它对这个线路 进攻的线路 力量不大 但是你看它打球的时候 感觉它的思路特别清晰 对 技术质量都偏低 它因为它对自己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而且也是这么做的 应该说马龙到这个亚洲锦票赛 包括超级联赛 包括前一段进行的 所以马龙呢在去年 到今年年初有胜率和记录 不选手太多机会 像11比5 马龙先胜了第一局 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 继续为您带来马龙和松平健太的第二局 职业运动员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和修养 而我们异地扳回 换到下蹲发球了 松平健在打直拍 有一套办法 松平健在打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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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马龙扑进手 反手加力 漂亮 好 你看一般的这种比赛 最顶级的选手 缺别的什么都不缺 对 代表或者说是最顶级的选手 好球 好球 他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突破马龙 男单的半决赛 看球的这些球迷朋友 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杀伤力 具备这个比较好的身体素质和爆发力 这种比较高质量的一种 弧悬球也好 包括弹击也好 第三局 要凶狠一些 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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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直出神入化 一种对拼王球的高深的理解和水平 开中的走 一种对拼王球 最后是水平的 再拼绝 垃圾 准备 量 合上这个球的 从上往下落的力量 但是反过头来说 他旋转强了以后 他的这个 没错 另外我觉得 这个下蹲发球 你就这么说吧 你做七局的下蹲 产生 比较不好的作用 我记得以前 漂亮 好球 撕下 对 说现在这个 在这种关键比分上 这个 这个球很聪明 说明现在这个球 看到马龙在侧身 我们还是稍事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呢 将继续为您带来 男子单打乒乓球半决赛 确实是 智商和判断都比较高 对 应该说 从第三局来看 松平健泰 战胜了阿联酋选手 第三轮呢 是4比2战胜 印度选手 好球 马龙继续 出去进攻 开开开开开 开开开开开开 还是具备了相当强的实力 严密 细致 精准 借把球抢了 好的 好球 丢了一把 之后是 漂亮 一个巧妙的反手防直线 是一个比赛的进行 好的 最精彩的比赛 最精彩的比赛 今天为您带来亚锦赛最后一天的决赛的盛况 好的 一把爆冲 玩了一把 打的是侧选 全靠 对这个乒乓球的一种 高深的理解 来处理球 低应变 马龙 马龙 我想呢 对第一场半角赛 许新 对延安的比赛 我相信秦志杰肯定是非常不满意 哦 哦 啊 马龙11比7 4比1的大比分 战胜了日本的名将松平健泰 晋级到男子单打决赛 他将和延安来争夺 亚洲军方球锦标赛的 男单的桂冠